28年來襲台最強的康瑞颱風 風雨再強 強不過劉太太們的憤怒 觀眾朋友 我們看到了 北捷公司最後出手 最後一刻讓劉德華演唱會 颱風夜停辦 也讓人見證到了 劉太太們威力真的不輸颱風 還好不是取消 只是延期 而就在今天晚上 劉德華在台北首唱 也已經先登場了 為了安全 延期他的開唱時間 其實無可厚非 為什麼綠營一看到劉德華這個人 好像剪刀槍 硬扯媚貢的藝人 來台開唱只管賺錢 安全都不顧 還酸蔣萬安市長說是得罪不起啦 我就問 忘情水到底什麼顏色的 綠營是嫌選票太多了嗎 康瑞颱風後期走了 但整個全台灣 陷入這個滑嫂門 的這個憤怒的風暴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因為重點各位 不是在於延期也不是在於停辦 在我看來是真是在於太臨時了 你想想看喔 原本是10月31號 7點半就要開唱 大家有經驗都知道 7點半開唱什麼時候要開始排隊入唱 提早6個小時 對 6個小時 所以1點半就要了嘛 所以基本上來講 他3點才跟你講說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臨時停辦 那我就請問 以這些滑嫂們 對他的忠誠度 對他的喜好度 會多找得到 我跟各位保證好不好 一大早大家絕對就去那邊排隊排好好的 所以我知道風雨可能有危險 但是我都已經想盡辦法到了嘛 因為你沒有跟我講要取消啊 所以我能一定想盡辦法 想盡辦法沒有大眾基金輸出這系統 我還是來啦 我搭計程車我還是到啦 結果我等到全部人大那邊等好之後 不好意思喔 臨時突然跟你講說取消 好那這時候大家就開始找 這個鍋該誰來背 因為昨天有看新聞的好朋友大家都知道 全部的滑嫂在那邊一把鼻涕一把眼淚了 說我是等了十一年啊 就是為了要看他這場演唱會啊 因為很久都沒有來了 我打到甚至有人說 我這一輩子我就只看這一場 我第一次看演唱會 我就是要看滑災 那請問一下這些人的憤怒指向誰 那我跟各位講 理論上來講最應該要扛責任的 絕對是主辦單位 為什麼 因為今天你不是不能延期 大家在乎的是我看不看得到 有些人說我座位是很前面耶 我好不容易才買到這個票耶 我運氣很好難得抽籤到 我搶票好不容易搶到 對 所以你應該如果一早就說 沒有 我們十一月三十一號 在三十號的時候跟大家講說 取消了 但是我們在十一月二號會補給你 會補償一場 那我請問一下各位 如果說是這樣的話會不會有民怨 不會 隔天也不會有人來排隊 然後大家想說沒有關係 我聽不到這一場 我十一月二號我也等得到 延期的那一場啊 對嘛 但現在有一件在於說 欸 你這怎麼這麼皮啊 你要等到說北捷跟你講說 我們捷運停了 而且很危險 然後晚上呢可能風雨會揍槍 所以我呼籲你主辦單位取消 你這時候才願意取消 各位 這才是最大的問題嘛 沒錯 因為我跟你講 昨天的場景是什麼 我家就在小巨蛋附近 他如果說七點半開唱對不對 唱到大概晚上十點 然後十一點的時候 左右要擅長 俊翔哥你知道那個時候什麼狀況嗎 呼呼叫 我家外面二十幾年 我沒有看過這麼大的風 我跟你講不要講呼呼叫啦 就南京東路 我們就講南京東路就好了 樹上 路上不知道樹倒幾顆了啦 東西亂飛招牌亂砸啦 你說那種情況下 你趕在這時候讓人家散場 保證你那樣出問題的嘛 對不對 絕對會危險的嘛 所以那請問一下到時候出問題了 主辦單位會負責嗎 來 告訴我 民進黨從市議員到立委 這樣的立論他們到底怎麼了 不是 王定宇這個叫下戲下景嘛 對不對 難得我們在秋天看到 如同夏天一樣的颱風 也難得在秋天看到的 夏天的景色跟夏天的夕陽 就王定宇這種咖 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你仔細看喔 他說 嗨啊 你這傢伙是政協啊 美工藝人啊 在中國單人一堆職務啊 怎麼可以來開唱啊 拜託一下 你是充康粉絲啊 來 各位 各位 你王定宇講這些話喔 我都沒意見 我有唯一有意見的是時間點 好啊 照你王定宇這個講法 請問一下陸委會是不是吃素的啊 你陸委會四位素餐喔 為什麼會這樣講 但你陸委會怎麼會讓他來咧 就像我的位很簡單的問題嘛 他是中國電影國家協會副主席 他是政協 他是媒工藝人 好啊 那我就請問一下 幹嘛要同意他來開唱 所以這一篇碰文 打臉陸委會啊 所以陸委會打臉他嘛 經查證無傷害台灣言論 你看喔 這時候包括書培 還在說什麼 大環宣啊 政協啊 呼喚欲出沒有政治比較好 你看 卓中泰也不敢講 你知道為什麼理由很簡單 因為陸委會同意 等於說我經過審查之後 我一定是替他掛保證 同意華宅沒問題 我才會讓他來了嘛 而且華宅對台灣過去 我們等一下再講嘛 跟森蒂固之間的淵源 對台灣是好的嘛 對不對 所以你看喔 陸委會為什麼打臉 一定打臉 因為你王定宇在打我陸委會的臉 你的意思是我沒有嚴格把關 放了一個共匪進來 對不對 到華宅會是共匪嗎 陸委會說不是啊 所以他本來以為撿到槍 要抹紅 要大加分 結果自己大翻車 對嘛 後來才開始在那邊瞎扯 在那邊轉彎 急踩煞車說 沒有啦 我是為了公共安全啊 我是為了什麼原因啊 然後開始在那邊瞎掰嘛 不是啊 你為了公共安全無所謂啊 一碼歸一碼嘛 但是你如果說為了公共安全 那請問一下喔 你們黨的同志裡面 有一個叫誰 叫許淑華 許淑華跟大家說什麼 不好意思 淑華跟淑培我都算認識喔 那淑華說 我們大家現在颱風天 就是要去唱KTV啦 對不對 唱KTV啊 唱KTV可以 聽演唱會不可以 對 我跟你講 我只要求同一個標準 是 你要怎麼樣無所謂 你颱風天愛去唱KTV 那風險自負嘛 對不對 那照你這個邏輯 如果颱風天可以去唱KTV 那你也不在乎民眾的安危啊 因為請問現在唱KTV 難道就比較安全嗎 還是KTV鋼精水你比較牢固 比小巨蛋還牢固 這個邏輯說不通 所以不管你從安全 或者是美貢 這兩個 都全部會碰得一鼻子灰 因為從頭到尾 你的雙標 只會凸顯在大家的面前 所以你今天看到了 外面是真的颱風喔 28年最強 政治口水也刮起了這個風 所以最後這個風 你要某個劉德華 結果你自己大失分啊 對啊 我就問各位很簡單的問題嘛 如果說我們現在要審查 對不對 那照你這個王定寅的邏輯 沒說的get out 對不對 那你如果說是中國政協get out 好我沒意見 那我們這樣做法 就會跟中國一樣 因為中國也是一樣嘛 你就是一定要講說一個中國原則 你就跟小粉紅沒什麼兩樣啊 你說我要是中國人嘛 你說我一定要是這樣才可以審查嘛 對不對 你才可以登台嘛 好那沒關係 那請問一下 那未來是不是所有來台灣的藝人 都要講說我們是屬於台獨的 我們支持台灣獨立 我們支持中華民國 我們反對中國 你在政治審查 你也乾脆這樣審查嘛 好不好 那有意思的來了 問題是這個是雙重標準 你知道為什麼雙重標準嗎 今天他遇到華宅 這個算是踢鐵板 因為全台灣他粉絲真的太多了嘛 粉絲多得惹不起 就像之前周杰倫說過 說自己是什麼 說自己是中國人啊 好那你民進黨王定宇 到時候就不要給我破文 不要給我搶票 你就不要在那邊趁周杰倫嘛 你知道你這個邏輯 周杰倫也行不通啊 對不對 那緊接而來的 所有登過中國演出的人 講過自己是中國的人 你都行不通嘛 不要把這件事情都無限上綱 因為對比起來 到時候包括KTV 包括百貨公司 包括你民進黨 所有人的一言一行 根本都經不起檢驗 楊明 你怎麼看 當然首先第一個 台北市政府該不該在這個 所謂的第二時間 因為他們有在第一時間介入 就是說在第二天 你已經 他們已經宣布要如期舉辦 結果到了下午才這個急轉彎 造成一些所謂歌迷的恐慌 那個恐慌 你知道俊香那是什麼感覺嗎 就像劉德華有一句歌詞 他說 天若有情 天亦老 我只擔心等不大 啊 對 對 就是這個心情 因為這一次演唱會 主題叫做 等了好久 終於等到今天 已經等了11年 好久沒有在台灣開唱了 所以這些歌迷的心情 我們可以理解 但是 所以你看 當主辦單位說 劉德華願意 明天連唱兩場 哇 馬上笑開了 馬上就覺得OK 沒問題 我只要能夠聽到華仔唱歌 一切都好談 那後面就來了 民進黨想要打蛇誰棍煞 前面修理你這個 這個沒有延期 後面想要再加上抹紅 我們講就踢到鐵板 很簡單 劉德華他過去從香港發跡 來到台灣發展 不管是電影 歌唱 乃至於戲劇 他的很多演出 在台灣的演出 也讓大家印象深刻 而且他非常珍惜在台灣 讓他進入到 整個華人影視圈的影響力 所以他這種所謂四大天王 都跟台灣有一定的程度的淵源 所以他的這個影壇的地位 跟台灣脫不了關係的時候 他很感念 八八風災 九二一地震 劉德華都是出錢出力 唱歌 募款還捐稅貸 就是為了去拯救 協助這些災民 所以以他的身份地位 老實說你要去講他什麼什麼 密共藝人 這個這句話我真的是覺得 他敢講我不敢聽 到底是 今天劉德華在台灣 如果你要做個民調 你覺得劉德華比較值得支持 還是王定宇比較值得支持 我必須說 我賭劉德華會議 為什麼颱風天我不能聽劉德華 可以去KTV 等一下回來帶您看到 連錢貴老董都為之側目的 難霸天 憑什麼 劉德華演唱會遇到了颱風攪局 那為什麼KTV我可以唱 劉德華演唱會我不能聽呢 各位朋友你知道嗎 在國內有一家KTV七年沒展店 他的大廳噴水池 寧願放著給他乾 也不放水為了省錢 居然這樣的一家KTV 讓金控龍頭國泰 爭搶投資 沒錯 就是錢貴 錢貴靠著一門 絕門的吸金大法 把錢都給吸進櫃子裡了 但錢貴再強 居然天外有天 難霸天想溫馨的組合拳 連錢貴老闆都好怕 對沒錯 事實上在10月30號 還沒有宣布要停班停課的時候 當時你知道 很多手腳快的人 已經開始訂這個錢貴了 也就是在還沒宣布之前 事實上台北市的錢貴KTV的包廂 已經完全被訂光了 你看當時的這個系統 就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知道 為什麼大家那麼喜歡錢貴 說真的 事實上錢貴過去幾年來說 很多人會把它當成是一個 所謂的這個定存股 因為為什麼 因為它每一年的獲利 其實都非常穩定 那尤其是你可以看到 它的每一年的獲利 大概是11到13億元左右 其實在疫情的時間裡面來說 它營收也還不錯 為什麼 因為它有很多其他的業外收 很多其他 包括飲食 餐飲等等的營收 灌注進來 所以事實上 除了這個錢貴 它大股東持有非常多股票之外 事實上我們國內的這個 受險的龍頭 國泰金控 這是很多企業的 也都是買它 來當成是一個定存概念股 那當然講到錢貴來說的話 當然就有講到 我們叫它老練的練台生 因為事實上練台生 它過去一段時間 它擅長的就是什麼 精打細算 它非常精於所謂的控制成本 也就是說它用這個控制成本的時候 讓整個錢貴 你看錢貴這幾年 如果大家對它印象說 好像錢貴的店就是那幾家 大家回去台北市 唱的都是那幾家店 比如說在忠孝東路上面的 在這個敦南 或者說在這個西門町這邊 好像就是這幾家 並沒有展店 對 它這幾年其實沒有展店 另外第二什麼 它的這個點割系統 如果大家有去看 對比錢貴跟很多新的這個KTV來說 你會覺得錢貴的 好像就是以前那一套 都沒有更新過 古老級的這個點割系統 甚至它 如果你去很多錢貴來說的話 它有些地方會有噴水池 它目前為止噴水池 也沒有在噴水 為什麼 因為以前錢貴的老闆就有劉櫻 那劉櫻就認為說 我們這個就要氣派 要氣派的話 這個 風箱水池 對 要有水嘛 你看台積電前面不是都有水嗎 它的工廠都有水 我也有水 就沒有它做這個水的裝置之後 老鏈上台它就不要 就是硬是不要 一個月可以省一百萬 所以也就是因為它 精打細算這樣狀況之下 錢貴雖然沒有展店 但是它反而能夠擠出 比較好的獲利 那甚至於我們要有一件事情 就是它原本要併購好樂底 就它開出的這個價格是 67.7 那只比這個停牌前的67.2 只有高出0.5塊錢 真的是精打細算 真的是精打細算 什麼都要求要最精準的一個狀況 那你知道它只有 在cost down 方面嗎 沒有 它其實也是有一些相關的策略出來 那個策略是什麼呢 我們過去對KTV的這個印象就是 我們先去吃飯 吃飯第一攤之後 第二攤 續攤到KTV去 對不對 但是現在有沒有 事實上這個練臺生 它的想法就是 沒有 這個我們KTV不是第二攤 KTV就是第一攤 所以現在連帶 現在很多人真的是把KTV當成第一攤 當餐廳了對不對 沒錯 因為第一個時間去的時候 先去那邊唱歌 那如果沒有點到唱歌的時候 你會做什麼 開始點餐 很多人都喜歡吃這個錢貴裡面的餐 那就說根據錢貴裡面的統計 裡面來說 十大熱銷餐點的第一名來說 就是雙飽紅燒牛肉麵 我看很多人應該去的話 這個所謂的去 這個錢貴都會點這個 要嘛就是點滷味 要嘛又點這個水餃 很多人就是把它當成是 餐點的原因 好 那你看 為什麼練臺生能夠做得這麼好呢 說實在的 這個主要錢貴是跟這個 一個叫星光食品的這個公司合作 那星光食品的公司合作 它是創辦人叫詹金河 那詹金河原本 他是這個矽谷的工程師 那麼事實上你要做到這種所謂的 這個錢貴類似這種所謂 它有非常多分店 那你要做到熱騰騰的東西 讓人家吃得到熱騰騰的牛肉麵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標準化 不能夠每個味道不一樣 像我們台北那麼多牛肉麵店 每個人煮出來不一樣 那你要怎麼樣 控制讓它一模一樣 他就說 他開始投入所謂的 自動化的生產設備 他說光是一道紅燒牛肉麵的湯 至少就要50道的工序 然後另外他就在這個所謂的研發中心 把菜單還有生產流程 弄弄弄都弄好 都給它規格化 對 沒錯 他很簡單說 事實上如果你有去看過這個錢貴 他們製作的方法是 他們用一個中央空調的這個冷凍系統 都送過去 那你只要按照他很簡單的步驟 譬如說你下去的時候 加溫到幾度 然後我加多少水去餐盒 然後麵再下一下幾分鐘的麵 然後弄弄 事實上任何人都可以說是一個大廚 你弄出來的話 就是一個這個錢貴牛肉麵 所以等於是用這種標準化的東西 讓錢貴的牛肉麵可以 你看變成是他熱銷排行行的第一名 那甚至還有人說 我要帶這個牛肉麵回去吃 這也都有人存在的一個狀況 所以你去想 今天經營KTV就是唱歌 他可以連一碗牛肉麵端上來 都是晶圓等級的 打遍天下無敵手了嗎 沒有 唯一放眼全台灣 就這麼一家KTV 會讓鏈斗為之側目 當然啦 事實上如果你在南部 你就知道說 這是南部的這個南霸天 那就是響溫馨 那為什麼響溫馨 他事實上在今年的11月18號 他要上櫃買賣 那上櫃買賣來說 新櫃買賣 那新櫃買賣的話 他當然可以有這個籌資的管道 他未來或許可以展店 那人家就說他可能下一個目標就是 要到北台灣來開店 正式踏入所謂的錢貴的這個區域 好 那響溫馨來說 如果你有在南部唱過你就知道 南部的KTV流行哪一套 北部都是大樓的 南部沒有在興趣的 南部就是庭園市 庭園市的這個KTV 你看就是這樣子 庭園 戶外這樣一個感覺 所以就是說 他另外一個就是說 他大部分都用所謂自地自建 或是說他跟地主合建 反正他建的這種庭園市的 南部都喜歡這樣子的KTV的風格 那另外就是南部有時候是喜歡怎麼樣 他喜歡那種VIP的感覺 那VIP的感覺是什麼樣 他們就用這個美食主廚 就是說你可以請這個美食主廚 到你的身邊來幫你煮飯 這個感覺就完全不一樣 左邊服務 對 這個感覺就完全不一樣 對不對 結果他說 生理的兒子 抱歉 想溫馨的第一代創業之後 他們的第二代 怎麼讓想溫馨繼續高歌猛進 對 沒錯 實際上他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這個他們第二代要準備接班 那第二代來說就是這個李其林 那李其林來說 他其實還赫赫有名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他曾經是我們羽毛球的國手 他還打到我們全台灣第三 那戴資營這個周天成都曾經是他的 他要叫他學長 叫李其林學長 好 那李其林從這個國手退休 退伍之後 他想說那我要回家來扛這個整個這個發展 那扛發展的時候 因為你是二代啊 沒有人服務你啊 他就做了一件事 我覺得他做這件事真的蠻厲害 他就說我們要到台中發展的時候 他主動請贏 因為台中當時沒有人知道說響溫馨是什麼 那麼你要一家店要擴展 說要什麼 發傳單 那他沒想到他就自己 也到這個這個台中去發傳單 最誇張的是他跑到對手啊 好樂迪的前面來去說 我們有這個新的KTV啊 你要趕快去來我們這邊唱歌 等於用這樣的方式 結果沒想到很多老陳原本對他不符 但是想說好啦 你至少你願意回來的話 你還是在第一線打拚 所以很多人慢慢就用這樣的方式 他就收服了老陳 那現在也準備要往北部發展 所以我們就看嘛 在乾貴能不能夠這個立抗 這個北南部上來的響溫馨 這成為下一波KTV大戰的 最重要的焦點 五七暴新聞的所有好朋友 你們給了我百萬的訂閱 真的無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更幸福 再一次謝謝你們大家 同時請介紹更多好朋友 來支持五七暴新聞 俊向還有優秀的五七暴新聞團隊 會繼續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阿 knowledge 呢 是 蠻多的 很多人 公歌 都在哪一天 感谢观看